香港公開大學 當時我選擇香港公開大學 是想獲得承認的學位 而我的職業就是工作繁忙 而且不定時 公開大學是很自然的選擇 國際研究課程 對我自身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 我是讀理科出身的 而我的工作就需要有 紮實的社會科學基礎 讀了工大之後 學懂了很多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的知識 在分析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紮實的理論框架 做起事上來得心認受很多 信心自然就在這裏 近三十年來 香港人每天都說民主 究竟民主的真諦是什麼 一個地區的民主化 取決於一些什麼因素 國際研究有了答案 雖然我已經退休了 但我還打算繼續進修 最近才完成了兩個 工大Libris有份辦的短期課程 我還計劃再讀英文和普通話 另外我又打算讀調解課程 我的格言是做個快樂老實人 做人踏踏實實 待人已成 不要那麼多無謂的非分計算 你對人好 人家對你好 心安理得 快樂很多 做人好